第二個工具我們想示範的就是Magic Red 你會看到剛才Quick Selection的選取方法 我們的草地是基於顏色的 其實Magic Red是用顏色的 Quick Selection你會發現比較方便 它好像有一個Brush 你的Brush可以選擇哪些顏色 它都會把同類型的顏色幫你選擇 但Magic Red就不能選擇 每次來說你自己選擇一個顏色 而你選擇的顏色可以有一個範圍性 可以做一個Selection 那我先選擇它 選擇它之後 其實我們最常用的一個數值就是這個 我們叫Tolerance 那我選擇這個神仙棒工具 在我的畫面 譬如我想選擇 我這個畫面的天空部分 你會看到天空部分 有深色的藍色 淺色的藍色 譬如我在這個範圍選擇 你會發現我選擇了一下之後 它只是幫我選擇這個範圍 就是比較深色的顏色 而淺色的那些是選擇不到的 那為什麼呢 原來這個數字是控制著這個東西的 原來Tolerance這個數字呢 它是控制著你按摩子按摩子的位置 它拿了Foundage Reference 而它前後近似的10個顏色 它會幫我們選擇 換句話說 這裡選擇了不止這個顏色 你按的那個位置 附近很接近的那10個顏色 其實它都幫你選擇了 但譬如我想它那個 包容的色域範圍 想再大一點 其實我可以把這個數字再調整 再大一點 譬如我給30 我再按一次 你會發現這次我給30再按 它選擇的範圍再多了 那如果我想再多一點 那其實呢 你調到很大就可以的 譬如我給50 那我再按一次 那你會發現呢 這次就差不多好帥 到處都選擇了 那但是呢 譬如我調到超大的數字 譬如我給它250 那我再按一次 你會發現 連橙色的這些位置 它都會幫我們選擇 那所以記住這個數字 要有一個適當的調整 因為你調到太大的話 它就會一些連很不累的 藍色 橙色 已經完全不一樣的 它都會幫我們選擇 那你會發現 我選擇了上半角的顏色 下半角的顏色 下半角的顏色 沒有的 怎麼辦呢 那其實呢 你會發現每一個選擇的工具 左上角都有一些 這樣的正方形 那如果你選擇 第一個正方形的選項 就是New Selection 每當你按鈕再按一次 它就會當你是做一個新的選項 如果你是選擇第二個選項 我們是Add to Selection 就是增加我的選項 那譬如我選擇第二個 看一下 那當我選擇第二個 我今次你會發現 我Cursor多了個加號 我在這個位置再按一下 對 你會發現這次 它們兩個地區 都會同時間幫我選擇 這個我們叫它 加Selection 就是增加Selection的範圍 而後面這兩個 是甚麼來的呢 這個呢 我們Subtract from Selection 就是減掉一些 已經選取了的東西 那譬如我選擇它 那譬如我今次 我也是 上面這段的天空我不愛的 那我按一次 那你就會發現 它會把這個範圍減掉了 另外再拉尾還有一個 我們叫它 Interset with Selection 那我們待會可以再示範 那我先做好了 我現在這個天空的那個 那你就選擇這個 那如果你想按 Shortcut Add Selection 即第二個選項 其實你可以按Keyboard Shift 那你發覺 你的Cursor就會多了一個加號 選擇下面的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看回 右上角 有一個角落頭 我們還沒選擇到 那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的簡單 就是Rectangular 這個Selection的工具 按Keyboard Shift鍵 Shift鍵 你看到有一個加號 就加上這塊 那我選擇這個範圍 那你就會發現 很乾淨的 把整個天空選擇 那我Double Click 我的Layer 改個名字 直到它沒有了 lock的狀態 按Keyboard Delete 那你會發現 我很乾淨的 把天空移除 而除了我們的天空 或者移除某些部分 變得透明 有什麼好處呢 假設我加一個新的Layer 我這次 其實我想做一張Poster 那Poster是綠色的 我填充一個綠色給它背景的底層 其實我們可以很乾淨地用另一個顏色去取代我們選取的部分